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一本曾经连续十年蝉联亚马逊心理资助类图书榜第一名的书叫做幸福脑 这本书呢从脑科学的角度回答了两个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幸福怎么让自己更幸福 在说书的内容之前呢有必要先说一说作者 本书的作者是被誉为美国大脑健康之父的脑科学家丹尼尔亚蒙 他也被华盛顿邮报誉为全美最受欢迎的精神科医生 亚蒙博士还开设了全美连锁的亚蒙诊所 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 目前呢亚蒙诊所已经收录了十多万张大脑成像图 是世界上最大的脑科学数据库之一 那么作为全美最受欢迎的精神科医生 亚蒙博士在书里又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观点呢 作为读过的人我有两个感受 第一原来很多让你觉得不幸福的心魔 比如焦虑强迫症对周围的人充满敌意 这些呢都可以从脑科学的角度得出新的解释 举个书里的例子你感受一下 为什么有的人说话时喜欢挑衅别人 亚蒙博士呢观察了大量的脑成像图 给出的解释是 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前额叶不够健康 这其实是一个生理问题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咱们后面再细说 有问题就需要解决方案 这也是这本书的第二个价值 亚蒙博士呢从脑科学的角度 给出了很多通过改善大脑来提升幸福感的方案 而且有意思的是 有一些方案假如不是亲眼看这本书 你可能很难相信 这是出自于一个脑科学权威之手 举个例子 怎么让自己的大脑更强健 其中的一个方法居然是多多与人为善 让自己有个好人缘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看似烙家常的处方 背后是有一套严谨的脑科学依据的 那这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也是后面再细说 那接下来我将分为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先来说一说 大脑和幸福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会发现很多现代人的心魔 其实是脑健康出问题的结果 第二部分咱们再来说一说 针对这些问题 亚蒙博士是怎么解决的 好 首先是第一部分 大脑和幸福之间有什么关系 简单来说呀 你人生当中一切跟幸福有关的感受 你会为某些事情开心 会为某些事情难过 这些感觉呢 全都来自于你的大脑 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 决定了你是否幸福 比如同样是结婚 有人在婚前呢就特别的兴奋 觉得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有些人呢 却会在婚礼前一夜觉得异常的焦虑 那这种差异就是 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 造成的结果 换句话说 要想理解大脑和幸福的关系 我们必须得知道 大脑是怎么处理信息的 了解了背后的机理 你就会明白 那些阻碍幸福的心魔 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才能有效地对抗它们 大脑啊 有很多的区域 它们都或多或少地 跟我们的幸福感有关 亚蒙博士认为 其中有两个脑区 跟幸福关系最为密切 第一个脑区叫做深层边缘系统 这个区域呢 只有核桃人那么小 但是责任重大 它虽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但是你想解决任何问题 都离不开它 怎么讲呢 在大脑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来自于大脑皮层 它让人类有了计划能力 组织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 但是要想让这些能力发挥最大的功效 人类还需要有一种期待事情发生的强烈意愿 说白了就是 你得有激情 有梦想 有憧憬 那这些感觉从哪来呢 答案就是深层边缘系统 这个深层边缘系统是大脑的情绪滤镜 决定了你看待事物的情绪基调 它就像一个有色眼镜一样 给日常生活中的中性事件涂抹上不同的色彩 这个色彩是积极的 你就看什么都是积极的 它要是消极 那你看什么都消极 就像前面说的结婚的例子 有的人开心 有的人焦虑 就是他们的深层边缘系统 给大脑蒙上了不同的情绪基调 那说到这儿 我们会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认为这个区域越活越越好 就像锻炼身体一样 生命在于运动嘛 你越活越身体越强壮 但是深层边缘系统却正好相反 它越活越你越消极 因为一旦深层边缘系统过度活跃 那你的情绪呢也会跟着被激活 注意啊 是所有类型的情绪 你会同时调动起积极和消极两类情绪 但是呢 消极的情绪最终往往会战胜积极的 这跟你的性格没有关系 而是进化塑造的结果 我们天生就更倾向于放大消极信号 因为消极信号更关乎生存 比如对一个原始人来说 多吃一口食物 顶多是多一点饱腹感 但是被毒蛇咬一口 可能就会有性命之忧 现在也一样 你看 在单位 你要是被奖励了一百块钱 顶多是有几分高兴 但你要被罚了一百块钱 可能会郁闷到极点 当然了 深层边缘系统太活跃不行 不活跃也不行 它一旦不活跃了 你的情绪也会淡化 凡事都提不起兴趣 换句话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激发 或者抑制深层边缘系统 而是要让它处在一个正常的活跃水平 至于怎么调节 咱们后面再说 好 这就是第一个脑区 深层边缘系统 它是大脑里的情绪滤镜 设定了你的情绪基调 第二个和幸福密切相关的脑区 其实前面已经简单说过了 叫前额叶 这是大脑的CEO 负责做出判断 同时 它还是大脑的刹车系统 负责控制冲动 这个区域异常会发生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过了 就是喜欢挑事 因为前额叶有刹车功能 而刹车的前提 就是明确地感知到外部的刺激信号 刹车失灵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我们对刺激信号变得不敏感 但问题是 前额叶本身对刺激还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 这方面有缺陷的人 就会主动去外界寻求刺激 轻度的症状呢 就是说话挑衅 激发别人的情绪 然后呢 利用这些情绪回过头来 刺激自己 满足前额叶的需求 严重的 就会没事找事 甚至主动跟人打架 换句话说 很多挑衅行为 不是有意为之 而是一些前额叶不健康的人 在给自己的身体打补丁 通过外界刺激 满足前额叶的生理需求 要想保持前额叶健康 我们可以主动寻找一点刺激 让它保持活跃 比如说 做一些高强度的体育运动 再比如 参加一些安全 但是又比较刺激的游戏 像过山车 再比如 你还可以主动地做一些 有难度 有挑战的工作 既锻炼自己的能力 也能让前额叶保持在一个 健康的活动水平 好 这就是大脑的第二个 和幸福有关的脑区 前额叶 当然了 跟幸福感有关的脑区呢 还有很多 比如基底神经节 根基的基 底部的底 它是大脑的注意力协调观 帮你合理分配注意力 决定哪些事该关心 哪些事不用在意 一旦这部分出了问题 这个人就会变得特别爱操心 什么事都想管一管 再比如 扣带回系统 它是大脑的注意力切换器 能够让你自由切换 随时把注意力从一件事 挪到另一件事 一旦他出了问题 这个人呢 就会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 现在某个问题上出不来 自己跟自己较劲 相关的脑区啊 还有很多 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多说了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大脑和幸福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了两个跟幸福密切相关的脑区 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 关系到我们的幸福感 注意啊 这些脑区的功能远远不止咱们说的这些 我们只是说了其中跟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功能 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大脑更健康 通过改善大脑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呢 作者在书中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养护大脑健康的建议 比如适当补充体内的无抢色胺含量 无抢色胺是一种情绪调节剂 会让你觉得更乐观更轻松 那怎么补充呢 你可以多吃含有L4氨酸的食物 L4氨酸在大脑里会被转化成无抢色胺 比如三文鱼啊 鸡肉啊 牛奶啊 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再比如亚蒙博士建议 要戒烟戒酒 多吃高纤维膳食等等 这些建议呢 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听过啊 那么亚蒙博士有没有提出一些特别的大脑养护方案呢 当然有 今天呢 我从书里找到了三种不太常见 而且还很有趣的建议 通过它们 你也能进一步了解大脑 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就把这三个建议讲给你听 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开篇我们提到的你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好人员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作者随口说一说啊 它背后是有一套脑科学依据的 前面我们说过 大脑里跟情绪最密切的是深层边缘系统 它能够设置你的情绪模式 其实呢 还有一点咱们没有说 它也储存着一切情绪化的记忆 有积极的记忆 比如中彩票啊 考上大学啊 结婚生子啊 也有消极的记忆 比如被虐待过 恋人分手 亲友离世 储存在里面的记忆 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情绪基调 储存的积极记忆越多 你的情绪基调就越积极 反过来 存量越悲观 你看到外界的增量时 也就会越悲观 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说 要想让大脑感觉更幸福 你得有个好人缘 因为人缘好 往往意味着 你周围的人喜欢你 他们会给你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 同时 你的人缘越好 你面对悲伤时的恢复能力 也会越强 因为深层边缘系统中 储存的记忆 会跟我们的神经之间 发生化学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 亲友离世 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因为当亲友离世时 人们的大脑会释放信号 告诉深层边缘系统 这些人已经不会再跟你产生联系了 深层边缘系统中 情绪和记忆之间的连接 就会被切断 心理上的痛 就会转化成生理上的痛 但是 这些被切断的联系 是有可能被修复的 而修复他们的 就是那些美好的回忆 作者发现 在面对离别时 虽然跟死者关系越好的人 越悲伤 但是 他们也能更早地走出悲伤 因为当他们回忆起死者 想到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没有遗憾 这些美好回忆呢 会刺激大脑 释放积极的神经物质 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大脑 修复被切断的化学联系 但是 跟死者关系不好的人 回忆起死者 只会想到跟死者之间的问题 神经和记忆之间的化学联系 不能被修复 他只会一直觉得很难受 你看 小说里 很多逗了一辈子的冤家 其中一个先走 另一个肯定不会高兴 而且特别难过 这其实呢 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换句话说 一个好人员 可以帮你储存更美好的记忆 让你的深层边缘系统 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基调 同时 它也能让你的深层边缘系统 对离别时的悲伤 产生更好的修复能力 当然了 以此类推 你也应该时不时 跟家人出去玩玩 跟爱人来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 当你为亲密关系创造惊喜时 也是在激活大脑里的积极记忆 它们会进一步充实 你的深层边缘系统 你看 生活中的小惊喜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 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毕竟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你要是没有这个耐心 那我可以向你推荐 亚蒙博士的第二个建议 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 说出来了 你可能有点意外 那就是闻 闻你喜欢的味道 比如喷香水 或者在房间里摆上你喜欢闻的花 总之 你喜欢什么味道 就让自己经常闻这个味道 注意啊 一定是闻 不是吃 你吃进去的东西呢 只会进入你的胃 然后通过消化系统加工 而你闻到的味道呢 会激活嗅觉神经 然后被传递到深层边缘系统加工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人会对某些味道 产生特别的情绪反应 比如 拿破仑曾经给爱人约瑟芬写信 要求他在自己出征 回来前两周都不要洗澡 他希望约瑟芬的体味浓郁一些 这能激发他的信誉 换句话说 嗅觉其实是我们进入深层边缘系统 并且施加影响的快捷入口 这是第二条建议 多闻自己喜欢的味道 通过美好的嗅觉感受 来强化自己的深层边缘系统 第三条建议是 把你的情绪实体化 把它们明确地写下来 一点点分解 最终弄明白 你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注意啊 这条建议呢 并不是亚蒙博士的原话 而是我从书中的一系列方法中 为你总结出来的 在书里呢 作者提供了很多心理自助的问卷 比如 有个方法叫 食以兽练习 大概意思是 把消极情绪写在纸上 然后呢 把它们当成一只只蚂蚁 想办法逐个消灭 再比如 有个方法叫一页纸奇迹 是在一张纸上写下人际关系 工作 金钱 自我 四个词 然后呢 逐个写上 你在每个方面都有什么样的目标 最后 把这张纸贴在床头 每天看一看 提醒自己 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目标上 不要被不必要的事情困扰 类似的自助问卷还有很多 其实呢 这些问卷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 把你的情绪实体化 让它们从一个模糊的感受 变成纸面上清清楚楚的字 要想知道这么做为什么有用 那我们得先了解大脑里的两套机制 这第一套机制呢 叫渴望机制 也叫多巴胺机制 意思是你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一旦被满足 它就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系统 让你产生幸福感 第二套机制叫想要机制 也叫阿片机制 阿就是阿猫阿狗那个阿 片呢 就是一片树叶的片 那这个阿片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 当你想要某件东西 并且实现的时候 大脑就会释放内飞态 而内飞态呢 会给你带来一种短暂的愉悦感 注意啊 想要和渴望 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渴望指的是 你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东西 比如我们都渴望被爱 渴望成功 渴望健康等等 它激活的是大脑的多巴胺系统 一旦你达成这些目标 你就会获得一种长久的满足感 但是想要 指的是那些短暂的非理智要求 这种需求呢会激活大脑的阿片系统 阿片系统就会向大脑释放一种麻醉信号 告诉你 这么做之后 你就会觉得快乐 但真相是 阿片系统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当你付出行动之后 你只会获得短暂的愉悦 然后又会觉得空虚了 又想把之前的事情再做一遍 比如夫妻吵架 吵的时候你总会感觉 我该骂对方一顿 骂完我就开心了 但是呢 你真骂完之后 顶多爽个几秒 然后呢 又会开始生气 这时 你就会把骂人这个行为再重复一遍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阿片系统发挥作用的方式 有点像毒品啊 人在吸毒时不就是这个状态吗 没错 阿片系统发挥作用的方式 确实有点像毒品 阿片这个名字呢 是由英语翻译过来的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更熟悉的中文翻译 那就是 鸦片 而把情绪实体化的意义就在于 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 抑制阿片系统 让多巴胺系统 也就是渴望机制 获得更多的主导权 你看 把情绪写在纸上 你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它 你可以沿着这张纸 往下一点点梳理 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 这些感觉从哪来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这个问题反映出的 我内心的渴望是什么 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 这个夫妻吵架 当你一步步扣问自己 为什么会吵架之后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最深层的动机 就是渴望被对方爱 像丈夫回家太晚 妻子发脾气 就是这种情况 注意啊 把情绪实体化 并不会直接解决你的情绪问题 它的价值呢在于通过分析情绪 来找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然后呢通过这个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阿片系统 减少那些不理智的想法和行为 说白了就是 能够让我们在更大程度上 做到就事论事 减少额外的不良情绪 当然了 这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并非药到病除 但是就算用不上 通过这个方法 了解一下背后的脑科学知识 还是很有意思的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怎么通过改善大脑 来提升幸福感 我们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你要有个好人缘 通过储存美好的记忆 让大脑的深层边缘系统 更健康 第二个方法是 多闻自己喜欢的味道 通过美好的嗅觉感受 让自己有个好心情 第三个方法 是我从作者的众多问卷中 为你总结出来的 叫做把情绪实体化 通过这个过程 来抑制阿片系统 减少不必要的消极情绪 好 到这里 幸福脑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回顾一下 今天主要说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 大脑和幸福之间有什么关系 简单来说 你所有的感觉都取决于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 大脑直接决定了你幸不幸福 其中有两个脑区跟幸福的关系最密切 分别是被称为情绪滤镜的深层边缘系统 和作为大脑制动系统的前额页 第二部分我们说了三个改善大脑的方法 第一个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第二个是闻喜欢的味道 第三个是把情绪实体化 这部分刚说完就不多说了 这部分是把情绪的关系统的关系统 都会有关系统的关系统